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跑马拉松的铁汉 连非常在意皮肤的皮肤科医师 现在也开始跑了 为什么跑步这么迷人呢 怎么跑才能够跑出好身材 又不会受伤呢 我们赶快来讨论 刚才介绍来到现场来宾 第一位是皮肤科医师 廖燕丽 廖医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长庚医院副院长 也是副产科教授 谢震唐 谢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两位神秘客 第一位就是 待会儿要现身的这位铁魔女 另外呢 就是我们刚介绍那个 六十岁叔叔上神秘客 待会儿他们也要跟大家分享 更多他们的心得 不过我们首先来问这一位 谢主任 谢医师 我跟您认识很多年了 我到现在才知道 原来你五十岁就剩下一支嘴 还是怎么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那是十一年前的事情 那我还记得是六月六号 断长时 对对对 那是我断脚筋的时候 那因为我打羽毛球 然后因为 打了很多年吗 是打了很多年 但是就是不扶老 没有做软身 所以就一下子就听到 啪的一声 我的左脚的那个 后脚筋就断了 真的 我们实在不应该笑 不是我真的没有听人听说脚筋断了 是 那以前黑道要教训人的时候 就是断他的脚筋 那会怎么样呢 就是要让你终身跛脚 就当时立刻不能走路 对对对 不过还好 现在医学进步 那我当天就开刀 把他接回来了 是 但是接回来之后 就变短了 所以那个弹性就变不好 所以就不敢再打羽毛球 所以怎么办 所以我想就开始跑步 然后挑战马拉松 真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那后来也证明我做到了 可是我觉得很好奇 因为其实断了脚筋以后 连走路你说都会比较困难嘛 那开始跑步 一开始不会很辛苦吗 开始的时候 拿了三个月的拐杖 那拿了三个月拐杖之后 整个脚就萎缩掉 所以要做复健 那其实复健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走路跑步慢跑 那就我们用我们能够做的 这一个程度 这个强度 慢慢的去把它增加增加 增加到最后 现在就证明说 一个断了脚筋的奥基上 也可以跑完六十三个马拉松 他是你的老师对不对 从以前到现在完全没有变 就老师级 老师级 可是你看他的气色 气色啊 皮肤啊 然后细纹啊 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从那个皮肤科医师来讲 就是发现他皮肤非常好 非常年轻 我说只有一件事情 他稍微吃了亏 但是对于老师来说 对 老师说这个反而是 他占便宜的地方 对 为什么 更有魅力 因为每次上捷运的时候 人家就会马上站起来 让座 他不晓得说 其实你这是伪装的 是伪装的 对 他是童颜 赫尔法 对啊 他不晓得你还可以跑马拉松 居然还让座给你 实在是吃亏了 吃亏了 所以那你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除了这些以外 其实就是说运动 我们不一定说是马拉松 或者慢跑运动 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那当然 你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 第一个 这二三十年 尤其是说断了脚筋之后 我太太就跟我讲说 我要负责把你养胖 但是他失败了 我这十一年还是维持这个 你看他身材 还是维持这个 维持这个身材 对 应该站起来脱下来 把衣服脱下来 让我们看看 大概BMI多少 22.2 对啊 完全没有肚子 医生都很 尤其皮肤科医师 对那个皮肤真的是 斤斤计较啊 又不可以晒太阳 又不可以长粉刺都不可以 那你怎么敢去跑步呢 我其实最开始不是跑步 因为我自己皮肤不好 有很严重的异味性皮肤炎 所以我只要一流汗 皮肤就不舒服 所以我多半以前 从事的是水上运动 但是我不跑步 那叫我跑步 简直是要我的命啦 那后来呢 就觉得说 有一天就觉得 该做一些别的运动 老是在弄这个水上活动啊 头发湿搭搭上班也不方便 所以就去学国标 结果跳没两下呢 你知道那个国标有个动作 就是很简单的 很基本但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这样 你要这样子扭 你的画八 对 那我们画八的时候 刚开始不知道啊 就觉得这样 我就这样画 我就这样画啊 结果你知道画完以后啊 那个礼拜回去啊 这边的这个腰 就闪到 对 那闪到是很严重的 因为我站着坐不下去 坐着站不起来 天啊 足足两个礼拜 真的 每天都去复健 你画八画了多久 就这样子 我画了 第一个礼拜 刚开始一对一的时候没有 没有 后来去参加了一次 是团体的 因为团体老师没那么仔细嘛 那所以就 大家画你就画啊 然后核心肌群那时候 也没有力嘛 对 那没有力没有支撑性 自己不知道 所以就散到腰 那从那个之后 我就觉得这样不行 因为我那次散到腰之后 足足八个月没有办法再去跳 那休息了八个月以后 就我们台大的EMBA 有一个社团叫门外社 他把我骗进去的 门外社 门外汉的社 对 他叫门外汉的社 大家都说很好玩 结果我一进去以后 第一次就叫我跑 台大外操场 就是五圈二十公里 然后边跑边走 然后就把他撑完了 我就发现我可以 进去他们才跟我说 那个是铁人社 那当然当初他们叫铁人社的时候 招不到人 所以叫门外社 叫门外社以后 就把你骗进去了 骗到门内 对 所以我这个是 这个是 我昨天其实刚从冲绳马拉松回来 那我很厉害的就是大会完全没有占到我便宜 我都是运动对我来说 是半娱乐 半游戏 那所以我就赶在他关铁门的前几秒跑进来 对 就是2014完成的 你看我的编号 我的背号 264 对 这让人家心里感觉一个非常觉得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 人生的一个成就 一个里程碑 然后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恢复了控制对不对 对 我跟你讲 其实我也是在三十几岁末的时候 就看着自己的脂肪越来越多 因为你的肌肉就越来越减少 体重不变 脂肪就越来越多 三赞骂都开始 就是你即使瘦 它还在那里 那层脂肪圈 那个他们叫游泳圈都在那里 就很沮丧 就觉得对自己身体失去控制 后来也是开始运动 就发现渐渐夺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圈 健康越来越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运动有很大的好处 是 是 所以呢 所以这位铁魔女也是这样子 运动不仅帮她戒烟戒酒 而且呢 让她这个岁月呢 往后走 往后走 倒流 对 是 所以呢 不要走开 待会儿她马上就要现身 你看她是不是真的像照片一样 那么年轻生 三十几岁的时候是这样 四十几岁的时候变那样 这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现在呢 这位铁魔女就来到我们现场 冯云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冯云 铁魔女 外号啦 外号 你要不要站起来让大家看一看 看看是不是真的 对 对 所以从十招来 你现在几岁 我现在刚满四十四 四十四岁 这张是体脂肪二十五以上的时候 对 那这张是什么时候照的 这张是两年前 两年前 对 这完全就是要看起来十八岁 真的是让人家既羡慕又嫉妒 那时候很胖的那个照片 其实我是比铁人113 最后跑步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你已经参加铁人 对 我已经参加大概七八年了 所以运动不是一定会瘦 那为什么还会 还是这么 这么看起来像大神 像浩克 对 我老公都说 哇 你这个张照片很像浩克 对 那 第一个是运动方法错误 怎么说 运动方法错误 像我知道很多朋友是 比如说假日才运动 所以可能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因为我之前都是运动方法错误 所以造成说我运动量很大 可是结果很大 都是假日才运动 可是偏偏很多人就是平日不运动 然后呢 忽然就去大运动 忽然跑个马拉松 那就不行 伤害很大 有可能受伤 然后也不会变瘦 那什么 让你开始转变呢 最大的转变是我请了私人教练 一对一的 因为我那时候要比铁人 226公里的铁人赛 对我来说真的有一点挑战有点大 所以我就开始想说 请一个教练来帮助我完成这个运动 这个比赛 然后结果呢 就是附带的 就是身材就变好了 就忽然变成这样子 教练给你什么 那个运动量很大 因为是铁人的课表 对 所以每 一个星期 大概12到17个小时的运动量 一个星期 每天多少 每天大概平均两小时 两小时 做什么运动呢 铁人三项 铁人三项 游泳 骑单车 然后跑步 还有激励训练 所以就每天要两小时这样的训练 对 然后还有伸展 伸展 假日五六个小时都有 两天比加起来就差不多 我常说两天加起来就一个 113公里的铁人赛 差不多那么大的量 那不是正常人吃的量 那个有一天我觉得太多了 太多了 但是呢 就发挥了很大的效果 让你很快的体脂肪下降 然后变成这样的身材 因为很多女生都说 当我们体脂肪瘦啦 对 很高兴的是 你的腰会瘦 对不对 可是呢 你不想瘦的地方 也会瘦啊 可是我看你好像一看 还是维持着这样子的模样 很让人羡慕 是有什么秘诀吗 因为我像是去前年开始 做重量训练 我之前只有做核心运动 就是核心运动 可能像是我们常常会挑那个 郑多艳的那种 就是比较像核心运动 那我今年 去年开始做重训 就是有重量 就是说狐狸 或是就是说 我们拿着这只比较重的 那个哑铃这样深蹲的部分 那还有当然就是练胸肌的部分 所以肌肉会把你的胸部 整个往上拖 提升 对 我觉得这差很多 那常常有人可能练错了 就有些其实就是跑步的人 就是一直跑 一直跑 你整个体脂消退了 没错 可是你肌肉还是萎缩的 所以它其实是分开的运动 所以我一直想说 因为台湾人比较少做重训 一听到重训 哇 那个不是 所以又跑不跑得好 其实核心很重要 第一个 重训也很重要 因为你没有肌肉的力量 你就没办法 刚刚提到的这一个 不用担心说 会把你的胸部萎缩 那胸部会跑到萎缩的那些人 事实上大概都是一些 一个礼拜跑两三百公里的人 那在妇产科来讲 甚至那么严重的话 会连月经都不来 不过你放心 平常人你不可能 跑那么多 不可能跑那么多 好 我们刚刚说 冯云跑步跑到心脏发炎 但是有人心脏装了竭力气 还要拼命地跑步 我们来看这个伯爵 来 它要跑步进场 不仅来了伯爵 还带了一条狗 对 这是你的爱狗 跑步狗 它陪你跑步 对 它陪我跑步差不多 有十年的时间 而且我讲它是绊马狗 它跑了很多绊马 绊城马 从21公里的 是 现在来的是 我们资深的媒体人 那荣辅天先生 你看那个身材 完全不像偶尖上 对 这听说你心脏装了个竭力气 是什么 竭力气是什么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好 钢铁人吗 看得到吗 很像钢铁人 很清楚 它是浮起来的 是 很快 是 那为什么需要装到节律去呢 发生了什么事 这样子 我 我是大概在四年前 这个开始决心要跑马拉松 那练马拉松就跑得比较多嘛 一方面年纪大了 那二方面就是说运动量比较多 那可能超过我的身体的负荷 所以我有一天突然晕倒 那我到医院去检查 那医生讲说我心脏跳得太慢 那本来我认为心脏跳得慢 是一件好事情 可是那次晕倒就 我觉得情况就很严重 所以我就去做了比较仔细的检查 那后来医生说我是 痘房节病变 那所以他建议我装一个心脏节律器 是这样的 是 装了心脏节律器还能跑吗 医生 这个装心脏节律器跟跑步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怎么说 因为心脏的问题通常是心血管的问题 那那个可能运动要小心 OK 那这个痘房节病变呢 只是我心脏有一个放电的 那个那块肌肉老化了 所以它不太会放电 是 那这个痘房节一放电 心脏就会跳一下 那我的放电就放得很慢 所以心脏跳得很慢 然后有的时候呢 该跳它不跳 所以这个时间比较长了 脑内这个氧气不够就会昏倒 OK 那装了节律器以后呢 它就这个固定的帮我放电 所以对你的跑步完全没有妨碍 所以没有 完全没有妨碍 我觉得跑步最好的事情就是说 会让你的心情非常愉快 所以我每天虽然四点半就起床 可是我每天开着车进办公室的时候 我都觉得 哇 今天是很美丽的一天 今天一定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 没错 所以就会让你心情很愉快 所以刺激你让你继续跑下去 对 因为跑步会让你的脑分泌一个叫做 那会让你有愉快的感觉 那其实在身体上跑步 第一个是可以控制体重 然后让你的身体再利用这些氧气 会更充分 那如果讲的更大的 只要这些癌症跟你的脂肪细胞有关的 比如说乳癌或者是大肠癌 现在的医学研究 只要是跑步会降低乳癌大肠癌的机会 降低脂肪就会降低得这些 跟肥胖有关的疾病的癌症 对 然后糖尿病最好的治疗 就是用运动来控制 另外还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 你只要不过度的话 你的免疫力会提高 所以你就比较不容易感冒 不容易生病 所以这是运动的好处 老师有跟我说一件 让我听了更兴奋的事情 她说我们年纪大了以后 女生其实女性荷酪会下降 可是借由运动适量的 这个我们身体的雄性荷蒙 有部分会转化成女性荷蒙 所以女生要美更要运动 保持青春 对 老师对不对 对 所以越早开始越好对不对 是 跑步可以让人更美 也可以让人更聪明 怎么说 现在的这个脑医学的研究 就是说经常运动的人 他的这个脑下皮质会长得比较厚 那脑内皮质长得厚的人就聪明 所以跑步对这个人的IQ是有帮助 对EQ有帮助 而且对HQ也有帮助 HQ是什么 HQ就是这个沟通能力 因为你的心情很好 那正向思考 所以你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别人都会觉得很愉快 所以长期来讲 对你的沟通能力就会有帮助 你的人际关系 你的负面能量都被你排光了 跑步的时候都排光了 然后呢都是正面能量 其实我觉得 因为各位可能都没有坐禅的经验 可是我发现 其实我在这样跑步运动 它有某种程度的时候 你是身心合一的 你是非常专注 但是很轻松的 所以那种感觉呢 其实就是一种禅定的感觉 所以你会分泌很多的阿法波 所以那种 所以你刚刚讲 那个IQ HQ 或者是EQ 对 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是现代人 治疗自己 身心背离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所以才说跑步的人 为什么越来越多 因为会上瘾啊 跑步虽然有这么多好处 但是呢 那个老布希总统 跑步的时候 晕倒了 还有日本的医生说 如果你要健康活到老 你就要戒掉跑步这个好习惯 是真的吗 那怎么样跑步才不会受伤呢 我们待会继续讨论 我们常听说很多长跑的健将呢 忽然倒在路边猝死 然后还有医生说 长跑毁了我的健康 那因为跑步而受伤的人 非常非常多 但是跑步又有那么多的好处 那怎么办呢 我们听说这个跑步 受伤的话 女生有70 男生有80 女生比较高 女生有80 女生大概会80 男生大概会70 因为女生的骨盆结构 是比较适合生小孩的 所以比较宽 但是因为比较宽的时候 它到下面的这个角度 就变成比较大 所以你跑步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受伤 所以女生比男生还高 我就说运动很难不伤害 因为当开始运动的时候 每个人都觉得我可以 然后没有去想到说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膝盖啊 没有去想到说 我这个膝盖旁边这个肌肉啊 韧带啊 它够不够坚强 那甚至里面的这些 够不够坚强 那没有练 从来它都软趴趴的 你忽然做强度很高的 就会受伤 对 你觉得你可以 你意志力可以 可是其实你的身体还没有到 就受伤了 对 我是先受伤了才跑步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讲说 所有运动会受伤 那事实上跑步是会受伤 程度最低的一个 你反而做一些球类运动 尤其常常球类运动 是像我打羽毛球去受伤 因为它那种竞争性是相对的 跑步是自己能够控制的 在中间那个图 跑步冲击的是哪些对 对 红线画出来的 我们就从脚底板都有可能 再来上去就是我断掉的 阿基因实践 再上去的话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肥肠肌 经过这个膝盖这里 很多人膝盖受伤 对 那我们这边的 所谓的外侧的这个IT band 再来 臀部也会受伤 臀部也是会 然后再来就是说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中轴 所以刚刚风云讲得很好 事实上我们要训练 这一个所谓核心的肌肉群的话 就是强化这些之后 你训练的这个之后 就比较不会受伤 是 所以这条也是会冲击很大的 那一条就叫阿基利事件 就是我断的那一条 你断的就是这一条 我断的那一条 所以跑步冲击的部位非常的多 我们来看看一段影片 很多人跟你们一样有惨痛的经验 3 2 1 Hello Kitty 来 2013年堪称台湾的路跑年 一年办了将近300场的 大型路跑活动 几乎每星期都有 大型路跑赛事举行 从Hello Kitty路跑 啤酒路跑 太白粉路跑 比基尼路跑 各式各样的主题路跑 多到数不清 今天光台北市就有两场路跑比赛 顶着寒风细雨 既然有这么多人来跑 到底是为了什么路跑这么夯呢 让我们去瞧瞧吧 又累又冷 有人只穿一条短裤 光着上身跑 穿的还是拖鞋 还有不穿鞋的马拉松跑者 这样真的好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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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跑了18个小时 16分钟 跑差不多115K 很累 对 然后现在脚 就脚踝的部分 还蛮痛的 这样 有点紧 没有 一直都有 对 喷了鸡肉就要比较好了 这边还 这边还要是这块 对啊 很奇怪 我跑的时候出现膝盖 有点肌肉拉伤 或者筋卵的现象 我今天参加的是24小时的项目 那我目前已经跑了18个小时 那我现在还有6个小时要奋斗 14或16个小时后 可能会出现呕吐的情形 会想吐的情形 因为血液会集中在下半身的肌肉群 那内脏会处于缺血的状态 那其实肝脏跟肾脏负荡会蛮大 体检有红质蛮多的 可是后来这几年跑步之后 其实很少体 很少红质 其实有改变 然后体重也有下降 人家说 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我们这样继续自虐下去 到底对不对呢 有没有方法避免运动伤害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刚那个琳琅满目 有人怎么光脚跑 有人穿拖鞋跑 有人穿着戏服就跑 是跑马拉松可以这样吗 可以啊 就看个人的喜好 有人光脚跑啊 我要看过穿那个饭店拖鞋就跑 对 跑 还是铁人三项的 不会容易受伤吗 不会啊 看个人我觉得 应该比较容易受伤 有些人穿球鞋 有些人穿跑鞋会受伤 有些人光脚会受伤 其实我们来问问 跑得最久 你跑得最久啊 这也不会经验最多 没有 其实是这样子 有人现在开始在主张是要 光脚跑 就是说你以前人生下来 是赤脚跑 赤脚跑有什么好处 赤脚跑的好处就是说 你对地面的那个感受 会比较敏感 所以你会刺激你的脊椎 然后就像我们的车子一样 到你的中枢去调节这个平衡 不过 因为我们人类也已经被训练了好久 都要穿鞋子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能够用赤脚跑 第二个 还有我觉得扎伤了 对 跑步的路面上 我们常常状况是很难控制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不是你有特殊 天赋异禀 天赋异禀 还是现在穿鞋跑会比较安全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 那很多人就说跑步对关节不好啊 那还有很 是不是这样子呢 其实对关节损伤最厉害的是什么 是你的体重 讲得好 真的是这样子 这医学研究是这样子 那我们会说跑步不好 就是对关节的那个冲击 跑步是不等的跑步 你跑步可以6公里每个小时 你那个冲击就不大 你可以是这样蹬得很高 那个冲击就很大 也就是你很快的时候 那冲击就很大 所以我倒觉得 我们不在于所谓跑步或者走路 就是说你不要太快 强度 强度不要太强的话 那事实上是OK 我要爆料谢教授的一个秘密 因为谢教授在跑步的时候 其实很多男生都曾经有过 因为男生不穿胸罩嘛 所以男生会得一个东西 叫做血乳头 这是跑步的 另外一个受伤的地方 对 另外一个受伤的地方 就是他的那个乳晕乳头的地方 会衣服一直摩擦 一直摩擦 然后跑到后面就开始流血 对不对 真的 然后就两块这样 就是有一次 我跑完一个马拉松之后 那怎么觉得说胸前凉凉的 那就一看一片血 就是吃懒的血 后来就去请教人家 说要贴胸贴 请教我就可以了 皮肤科医师会建议贴胸贴 我那时候不知道 不过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 即使是女孩子穿胸贴 要穿运动型胸贴 运动型胸罩 对 胸罩 胸罩 我讲胸罩 那为什么呢 英国有做一个研究 就是说我们女孩子在跑步的时候 那个乳房的上下左右的晃动的距离 是你跑步的八个百分比 所以你跑十公里的时候 你的乳房是晃动了差不多一公里多 天啊 那这样会不会下垂 对 所以现在要重点来了 因为你如果晃动太厉害 它那个筋会受伤 胸罩 以后容易下垂 所以你要穿运动型的胸罩 它会把这一个降低78% 今天穿的就是运动内衣 孟大员 算运动内衣以外 又秀出好身材啊 你看 这样多棒 所以它的支撑性够吗 支撑性很够 然后通常会压成像荷包胆 就是越支撑性越强 你看我那一个就是压很扁 然后那一旁边那一个 就固定性没那么好 我今天穿的也是固定性而好 但是这一个是更好的 可是它会把你的事业线 也会up up 所以就是你可能要去找 适合你的运动内衣 运动之前 或者运动之后该做什么 因为很多人跑完步 很多人就相信回家休息就好 拉筋舒展是跑步前该做的事 是跑步后吧 跑步前要做热身 跑步后要拉筋 现在我示范的是一个拉筋的动作 伸展就是跑完步之后必做 所以我大概每天会做一到两次 每天喔 那你可能就拿一个像这样的绳子 或者是毛巾什么都可以像这样拉 这是一 然后拉完之后 拉十下一次 两次 然后每次都再强一点这样子 对 然后做到十次 然后在侧面 侧面是拉后面这个脚筋 是 好 然后在另外一边 这跟我做提示呢很像 拉的时候很痠的脚 可是对 身载很重要 很舒服就是侧面的 然后最后我会做这个 就是拉臀部这边 所以你整个腿做完这四个动作 这个呢 做骨神经痛的人 做这个运动很好 可以减少 然后做完之后就 腿就很松啊 很舒服之后 我就会用这个 这是还蛮私房的一个 很多人在我的粉丝业 传之密 对 然后因为我都只有拍照片 我没有拍立体的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对 这就很多人问我 就装傻 就没有分享给大家 这个是我会有两个网球 好 然后这是两个网球 就网路上其实很多 但大部分都是用单一个网球 然后两个网球 然后把它装到袜子里 然后这边已经有装好 所以一定是要装到袜子里 对 因为我等一下会把它绑起来 然后进阶的呢 就用这种硬式的绑球 这是初阶 因为这比较软 然后这比较硬 这是进阶 对 进阶 有一段时间了以后再用这个 对 因为这比较痛了 好 那你现在就是已经用进阶了 对 因为我们用那个已经没感觉了 OK 对 要把它绑起来 绑紧 对 先用个旧袜子 然后装进去 绑紧 对 绑紧之后就变两个球嘛 对不对 两个球之后就变一个把手 然后就开始 像那个跑步的人臀肌用很 臀部的肌肉用很多 所以就是可以在这边这样子滚 然后这样子 整个脊椎都这样子 从下面一直滚 对 自己按摩 那大概这个时间 大概要十分钟 我自己会做十分钟 脊椎两侧 这样然后滚上来 可能滚到你的背 一直滚 然后你可能还可以这样子 再压多一点 我是这个 这是我比较 我自己是非常爱的 不用按摩椅喔 对 有点像按摩椅 可是比按摩椅更好 因为我有按摩椅 好像没有 觉得这个效果更好 对 然后最后是会按到 你的头的这两边 因为中医讲说 这两个穴道是帮助睡眠 所以通常在睡前可以做这个 就是按摩的动作 然后中医也讲说 这两边是膀胱筋嘛 对 膀胱筋又排毒 对 然后同时伸展这两边的 所以你刚刚就是 一方面去酸痛 一方面其实按摩 你的膀胱筋排毒 然后这也会瘦啦 也会瘦 你自己发现 也会有瘦身的效果 对 我就非常喜欢 这是你的私人 私房的按摩 那这个呢 这个是大的球 这个大球 就比较激烈 就是拿来按臀部的肌肉 像这样子 这边拍得到吗 臀部的肌肉 是 然后就慢慢这样滚啊 就是可以回家试试 其实还满 满有效的 单边的滚 所以就像 臀部变小吗 肌肉会放松 肌肉会放松 然后你运动的时候 肌肉又会缩紧 但是你不能一直紧在那 一直紧在那 就第一个会受伤 第二个你的弹性也不好 弹性疲乏 对 然后就 第一个就是你皮肤摸 你肌肉也不会摸起来 短短短 再来就是你运动表现也会不好 要预防受伤呢 其实穿戴也蛮重要的 你跟我们看过 那个跑鞋上面有小小孔 那小孔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告诉你 我都不晓得鞋 这里还有个洞 这洞要干嘛的 这个洞其实是 对跑步的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为跑步 就是说 我们最好前面的五个脚趾 尽量把它伸展开来 是能够松开的 把它松开来 那因为你伸展开来以后呢 你平均每一个脚趾平均受力 所以你连带的到全身的肌肉 都是比较平均的 那如果说你的小趾 因为这个鞋尖太尖 你的这个五个脚趾 并在一起的话 那那个就不平衡 不平衡 跑起来不平衡 你就很容易就会肌肉受伤 所以它的这个跑鞋的设计功能呢 就是让你的前面的五个脚趾 能够尽量舒展 OK 可是你鞋子呢 能够绑得很紧 所以它这个做跑鞋的呢 它们特别设计了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让你在这边 像我们这样子穿过来 是 然后在这边 前面尽量放松 放松 然后这边绑个死结 就后面反而尽量的结 绑个死结以后就可以确定 这边的袋子是松的 然后再把后面绑起 它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确认把前段跟后段 分开来 前段让它松 后段让它紧 后段是因为要让你的 这个脚踝的地方 得到支撑 支撑的固定性 好 不过有一个 我们可能大家要注意的是 前面就是刚刚龙先生讲的 就是会去挤住这里 跟旋有关系 旋头 像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如果我穿美系的跑鞋 我就比较没办法 因为平常来讲 我们的脚是比较小 但是我们是比较短 相对的宽 所以美系的跑鞋 对我来讲就是旋 旋头不够宽 就不够宽 所以我都比较穿日系的跑鞋 比较适合东方人 我要分享一下那个跑鞋 铁人鞋 对 铁人鞋不太一样 因为它没有鞋带 它就是一套上去马上就跑 也不穿袜子 是 就每个人的 因为跑步的习惯不一样 所以慢慢的试鞋 还蛮重要的 选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 是你去选鞋子的时候折折看 对 如果它是前端像这样很柔软 它就不会限制你的脚的一个自由度 它就不会说你前面折不动 那你明明是用脚掌着地的 你就没办法 对 你就会被它弄 限制 对 容易受伤 所以这一块是 所以比较重要 对... 是 为什么他们就说 为什么你说选鞋跟选老公很像 他就说老公 有时候外表看起来很好 像是要好鞋 可是他一直磨脚 要相处... 穿起来一直磨脚 对 所以要选对不磨脚的 像那个不穿那个袜子也可以 我跑步从来不穿袜子 跑步还穿得那么美 衣服是有什么 衣服要怎么选 跑步就是乐趣啦 所以颜色我很重要 可是我还是会选一些机能型 没太多啦 就是基本的膝盖它可能比较紧 或是说有助于肌肉的一些 你看你们两个穿着同样的裤子 这个是跑步专用的长裤 那它的好处是可以保护肌肉 像它这边比较紧 有特别的设计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那个袜子好像不能乱穿 我记得我有一次 买过那种机能袜 它特别强调说它可以护足弓 或是怎么样 结果我跑回去那天 我的足弓好痛喔 好紧喔 所以袜子也要讲究 对 所以你要说它是保护肌肉 还有呢 对 那像这样子我想它的 刚刚我们在下面聊天的时候 医师也讲过 它这个是专门保护膝盖 对 保护膝盖有作用 所以它们这两个有一样吗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这个它平常就是松紧度 那比较简单的话 你看它这个织滑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IT band跟着 跟着这样子在走 因为在跑步的时候 常常负担比较重的 就是外面的这一群 然后这一群的时候 用多了之后 它常常就会有一些 那个发炎现象 然后纤维化 刚刚冯云讲的 要需要去做按摩 避免它纤维化 纤维化之后 就会弹性变成硬 短 那你硬短的话 弹性差了 就容易受伤 是 所以它就是有这个band 那它的呢 我这个也是 也是 它就跟着 跟着这一个 这个肌肉的方向在走 是 然后包括后面也有 是 然后用那个松紧的 所以它是特别保护膝盖 它这里也有一点保护膝盖 有一点 这个比较不强 但是那个比较好 最主要是这一条 这个是保护膝盖 这个是可能比较专门 所以其实保护膝盖 跟保护肌肉的 这个裤子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呢 我看你什么 我都 我进阶到 怎么样 都不穿 以前有压缩裤 但是自从 就是你做一些重训 你的肌肉强度本身就够 那些就 就 就像你有一个马甲 就天然马甲 就不需要穿马甲 对你姿势 就是你的核心肌群有力了 那基本上我 现在跑步腿用到的 我觉得还好 还好 所以没有关系 那我们最资深的跑者 你呢 你是穿什么 我都穿短裤 你也穿短裤 也是越短越好 刚刚看我那个Poster 因为把那个表面肌 肉比较多一点的时候 它那个对散热比较好 我觉得不管是任何运动 像跑步啊 重训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刚刚医师有提 就是教练会说 听你的身体 身体的声音 对 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今天真的很累 就不要一定说 一定要去 然后今天想要睡饱 睡到饱再去跑 很重要... 因为休息非常非常重要 要听你的身体的声音 不过我觉得 听你的身体 他大概在十岁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 他看我穿跑步鞋 他就一溜烟就不见了 那以前呢 以前你穿跑步鞋 以前他看我穿跑步鞋 他非常兴奋 他要跟我出去 那他跑步跑了很多年 跑过很多半马嘛 所以你这样半马狗 突然有一天他就... 突然有一天他就躲起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想 他可能年纪该退休了 所以我就没有勉强他再去跑了 所以从此他就不跑了 可是他还是跟你心影不离 那怎么办呢 那当然他还是喜欢跟我去散步 去玩玩 可是他看我穿休闲鞋 他就跟在我旁边 他看我穿跑鞋 他就躲起来了 他分得很清楚 我狗真聪明耶 所以听你的身体 他可能比我们本能更强一点 那你有... 你现在有没有听你的身体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包括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你的身体对话 那我们刚刚讲到受伤 那通常跑步的 你在跑步的时候 感觉到哪里痛 那通常是可以不必理他的 那可是如果说你跑完了 这个还会痛 那可能你就要留意了 那我自己的感觉是说 我睡一觉 我睡一觉醒来了就好了 那就表示是OK的 我可以继续跑 如果睡一觉醒来还是痠痛 我就会停止跑步 或者少跑一点 是 刚刚医生说 三天以后就要拿去 连续痛两天 一定要去看医生 要看医生 所以我们看到荣甫天 就觉得很受鼓舞 因为他已经是年纪人 就65岁了嘛 对 也可以坐公车办票了 我有一天过65岁生日的第三天 我去健身房 去这个运动中心 我发现我到运动中心去 一毛钱都不必花 这个... 就是要免费 65岁以上是免费使用 然后停车也免费 所以我完全免费的可以 去享受我们的这个... 这样就运动的更有乐趣了 更省钱 然后我们很多人就想说 那在什么样的路面跑 第一个是 人行到骑楼是最好不要跑吗 对 那个是最差的 最差的 硬地 就是水泥地的 水泥地不可以 所以像我们这个摄影棚也不行 室内跑道 OK 看他是怎么铺嘛 所谓室内跑道 通常距离都比较短 这个PU的应该是OK 所以你跑过去就要再跑回来 是 这样子是不太好 你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好 对 跑步机 我有的时候懒的时候 我就再跑步是好 没办法 一定会遇到 跑步机就是要注意 一般来讲 健身中心的这些 专业性的跑步机 比现在他的这个吸震力都不错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 有些人就想说家里有空间 就买个跑步机在家里跑 但是你在家里跑的时候 就不要随便买 对 其实跑步机 可以分三个等级 一个就是 就是 就只有那个叫做跑步机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有一些避震性 第三个就是 就是比较专业性的健身房的 那我会劝大家 就是在家里 就是买 就是中间的 中间的那一个 因为专业性 大概一台跑步机要 二十几万 那中间的话 大概差不多五万块上下 可以买得到 你如果说那个跑步机 是一台三千块五千块的 我劝大家不要买 就不要跑了 可能会伤害身体 必见不好 对 跑步机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缺点 就是说常常 因为在室内嘛 氧气不够 氧气不够的话 你如果跑的距离 长一点的话 会比较不舒服 缺氧 对 那就要把窗户打开 刚好我家跑步机 放在窗旁边 把窗户打开 分享一个跑步机的秘诀 就是我在 教练跟我讲的书上也有写 就是你跑步机可以调高 一度到两度的坡度 才是模拟路面 对 然后你才能跑出正确的知识 要调高一度到两度 一度到两度的坡度 那我知道了 坡度 那那个田径场 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可是为什么说博弈路面 还比田径场好啊 我感觉说 在这个田径场跑 比方说一般中小学 两百公尺 你绕着两百公尺跑 跑过十圈以上 人都会发疯了 所以田径场其实不是一个 跑步非常好的地方 OK 所以你喜欢跑步游路 没有 我喜欢跑步游路 而且我喜欢夏日的时候 去乡下跑 那当然 最好 其实在户外跑 当然是最好了 那田径场训练一下 我去年就是去这个 市立田径场参加那个 什么开广杯的五十公里的 就跑一百二十五圈 然后看看说自己有没有封掉 还好没封 很多加油的观众 所以...你最后的心得是什么 其实OK啦 就是說 在除了...除了说那个硬的 不要跑太多之外 你要看说你有办法在哪里跑 我们给他... 我们给他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 他说我不可能去 那就...就没有了 所以我听说你是车子里面 随时带着鞋 带着衣服 有时候你老婆开车 你就在后面追 就像那个228 追那个荣府天一样 对 没有 是这样子 我... 我... 这一个... 车子上面的鞋子是说 譬如说我要去开会 那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要早点去因为怕塞车 那如果有时候就会这样子 就找到了 找到了我就会换个衣服 就像说到龙走 我就去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军舰岩那边 去跑一跑再回来 就躲在车子再换回来 然后再来嘛 话说我说晚上嘛 晚上追...追汽车是太夸张 追...脚踏车啦 老婆...老婆骑脚踏车 不过有一个好处 那个就是行动补给站 他可以戴着毛巾 可以戴着这个换的衣服 那还可以有东西这样子 大家都运动到了 可以吃 间谍情深 而且重新再追老婆一次 蛮浪漫的 而且大概每... 每个星期都会上演一两次 是 那你们在跑步里面 还得到过什么乐趣呢 这边我要讲一个 这边没有列出来的是 在森林里面的越野跑 那刚才是最好的 对 其实是不管是空气啊 你整个吸收到的一个奋多金 阳光 副离子 对 那但是难度会比较高 因为它路面都不平嘛 有坡度什么什么 那我自己本人是最爱最爱越野跑 那柏佑路面是我的次选 但是我也要为田径场平反一下 因为譬如说你要练速度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去田径场 你可能教练这样一圈一圈看 然后你记那个时间 因为你铁人要比速度 对 我们速度是跟耐力 像耐力我们可能 就会在柏佑路面跑 所以跑很长的时间 跟速度是分开练习的 所以我觉得是功能性不太一样 那跑步机也是没办法 有时候下雨 天气不好 对 只好跑 只好跑步机 或时间不够 跑步机也有必要 我其实得到最大的乐趣 可能跟各位都不太一样 就是得到很多朋友 其实我... 我们也有 我都说的是喔 我说的是拐骗很多朋友 拐骗 我专门拐骗那一种不跑的人 像人家把你拐进那个... 門外设一样 对...因为我自己都不跑 从来不跑的 那我都可以变成跑得很开心啊 跑到他们铁门快关起来 我就冲进去啊 那我就这样拐了很多人 进到我们门外设里面去 今天就是在拐观众 对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 真的是一起跑步 对不对 虽然他会... 有的时候你不小心会受伤 但是呢 只要你方法对了 不仅可以变美 变年轻 身材好 这个还有什么HQ EIQ EQ都提高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身体真的非常非常的健康 所以一年之初 不妨下个决心 现在你也开始跑吧 只要跑对方法 你一定可以跑得又健康又美丽 而且让你的生活 带来很多的乐趣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